刚刚提到有关插入函数里面 这边有一个使用者制定 我这边有个地址2 这个的话因为前面讲过了 而且可能用到的也有那个机会 所以我再把这一段程式放在这边 所以如果我是叫做地址函数 那里面我刚刚是叫地址2 一样的 那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把这一段直接copy 贴到你的那个函数里面 那就会有刚刚的这个 这个制定函数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因为这个可能前面讲的比较多了 所以这个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接下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那个有关地址查询 就我刚刚讲的 你按一下那个地址查询的按钮之后 它可以自动帮你把查出来的结果 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其实稍微比较进阶一点点 在进阶的部分 进阶课程里面也会讲得更完整 不过 我们今天大概就先开个头 怎么样做出一个简单的查询系统 那其实这个地方 查询系统我们主要是依赖有一个叫做筛选的功能 因为其实如果你在那个 Excel里面要做查询的话 除了可以用Ctrl F 有没有 Ctrl F就是寻找 你可以输入某个关键字 它会停在哪里 但是问题它不能够帮你记下来 放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优标放在地址的这个栏位上面 找到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 那筛选部分特别注意 它会自动出现一个箭头 让你去查什么 文字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栏里面呢 都是文字的话 它就是文字筛选 如果是日期就变成日期筛选 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是数字筛选 也就是说 在Excel里面呢 如果你要做 所有查询的话 一定是用筛选 会是最快的 那里面比如说呢 我们如果要做 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记得 关键字查询呢 文字筛选里面呢 可以用什么 包含 包含 什么叫包含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地址里面 有什么关键字存在的话 它就会帮你显示出来 OK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用筛选 然后再利用文字筛选 里面的包含 输入了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字叫做 假设 刚刚那个 仁爱路 已经用和平好了 和平东 比如说我今天 和平东路 好 包含这个按确定 它会帮我把和平东路 反正不管几段 那可是问题 我希望能够放在什么 一个新的工作表的话 优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再怎么样 Ctrl C 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放在A1上面 Ctrl V 对不对 那栏宽不对 所以切到常用 让这个栏宽自动帮我调整 常用里面有个叫做 格式里面有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的 让它自动调整一下 OK 这样子 这样子